你若知道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会感动吗 大人 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把他二人交给鬼手了 只是 若是宫里或者太医院来问 咱们怎么说 有个犯人得了很棘手的病 而江太医又一向尽职尽责 所以就住进了牢里 剩下的 你知道该怎么说了 可怜江太医如此尽心尽力 竟在牢中染上恶疾 撒手而去 下去吧 敢碰我的女人 大人 君小姐 已经离开泽州往北边去了 想来 路上也不会带太多人手 我这就带些人去 将君小姐给你请回来 但是 要等他解决完窦苗的事 你才可以出手 是 走 鬼大人 鬼大人 公主并无大碍 只是偶感风寒 微臣一定用心为公主调养 公主绝不能有任何闪失 大人放心 微臣一定尽心竭力 我这就去为公主开药 公主 公主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哪怕是为了怀王 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姐姐 可绝不能失去第二个 我 我知道 当初 是灵儿 拜托你照顾我们的吗 她没有 她 那就更要感谢陆大人了 公主多多休息吧 九龄 方才九黎公主 感谢我照顾他们姐弟 问我这一切是不是受你所痛 你若知道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会感动吗 也罢 谁让我喜欢你呢 哪怕是和你有一丝一毫相相的人 我都会拼尽全力去抓住 我 绝不放过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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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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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